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又到李天校快评天下市 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香港发生六四的可能性有多大 自从香港学生和市民占领中环之后 香港警察一上来就采取了粗暴的镇压手段 使用了催泪弹和胡椒喷雾等 另外也有网上照片显示 解放军装甲车驶过香港街头 解放军在深圳和香港边界部署了兵力 梁振英、张晓明和张德江 曾经要求习近平动用武力 但是被习近平断然拒绝 那么根据目前市民学生跟警察 双方对峙的这个情况 随着矛盾和冲突的这不断的进行 会不会发生像六四这样的武力镇压呢 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下面我们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当然了从六四以来 中共残暴的本性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呢中国的社会政治情况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共产党现在正处于 岌岌可危的这么一种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 中共使用六四镇压的这种手段 这种可能性呢是不能排除的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具体呢有几个原因 我们来分析一下 第一点呢我觉得 就是对共产党的认识 和共产党的地位都有了一些变化 当初的话呢在六四的时候 学生是帮助共产党进行改革 那今天的话呢 我觉得香港市民喊出了 打倒共产党这么一个口号 说明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 对共产党邪恶本质的认识 到了一个新的理性的高度 同时呢这种认识呢 跟中国大陆民众 退出共产党的汹涌大潮 汇成一片 对共产党造成了一种强大的冲击力 同时呢国内现在是抗暴 像干财烈火 这种情况下 如果中共冒天下之大不为 进行镇压的话 那很可能一夜之间就垮台了 我想中共可能不敢以身试法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目前中共党内的这种分裂和争斗 达到了你死我活的 这么一种空前的程度 这次呢内斗不是单单的一个权力斗争 而是呢江派为了使自己 镇压法轮功的血债 包括活在器官等 不受到追查 拼命的跟习近平进行完抗 那习近平呢 现在通过打虎 是吧 借着反腐的这么一个运动 不断地清理江家帮 江家的大老虎 包括那个周永康也好 是吧 徐才厚 郑清空被软禁了 现在江泽民已被监视巨著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江派所能够盘踞的阵地呢 是越来越小 失去了像政法帮 军队等这些 那么剩下的呢 就是像香港 那么现在台面上的张德江 就是三个在常委中的江派人物之一 他现在主持了这个对人大的这么一个工作 那因此呢 就利用这个人大对香港的决议 对习近平进行这个反扑 香港呢 还是原来郑姓鸿 他有很多旅党在那儿 因此呢 把香港搞乱 在香港制造矛盾 让习近平下不到台 跟习近平对抗 那么这就成了江派对抗习近平的一种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在香港进行镇压的话 那正好中了这个江派的这个陷阱 成为打击自己的一个口实 那我想习近平呢 他可能不会这么做 是吧 不会自己给自己来添麻烦 第三点 今天党内分裂的这种力量对比啊 跟六四的时候有了很大的变化 六四的时候呢 强硬派 是吧 邓小平实际上占了优势 掌握了实权 那温和派呢 像赵紫阳实际上出于弱势 是吧 并没有什么权利 因此呢 六四的话 当然是在邓小平和巴佬之下 是吧 就发生了 但是今天的情况呢 正好倒过来了 有实权的 出于强势的是习近平 而这个平临灭亡的 或者是已经出于劣势的 这是江派人物 张德江啊 这些 那么因此来说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相对温和的习近平 他的政策能够落实 这种情况是可能性更大一些 第四个原因 香港本身的国际地位 和国际社会的反应 我想呢 跟那个六四的时候 也很不一样 香港我们知道是 国际上的金融中心之一 它的自由贸易地位 以及它的法治 等都是在自由世界里面 是一个标杆 而且香港人 享有这个法治啊 自由啊 这种习惯 长期以来 他们实际上 一直在要求民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中共对香港人 进行镇压的话 我想会引起国际社会 很大反弹 也会使香港人 发生就是前伏后继的 长期的这种抗争 这种镇压 一旦发生的话 如果正是习近平在执政的话 我想习近平可能不愿意 担负这个千古的罪名 落下一个被人谴责的 这个口实 所以呢 我想镇压的可能性 相对来说也小一些 但是呢 香港的前途会怎么样 香港的前景 香港的出路又如何 我想有三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下车 梁振英下台 那么现在这个呢 已经有很多的迹象 可以表明了 梁振英被架空了 当时香港有70多个富豪 到北京 习近平接见他们的时候 梁振英偏偏没有去 说明梁振英走下坡路 即将被清理的 这么一个阵兆 那么中策 就是人大被迫收回 他的决定 同时呢 张德江下台 实际上张德江的话 这个习近平早就想收拾他了 那么借着香港 他搞乱香港的这么几件事情 那正好把他拿下台 我想这个也是 顺理成章的事情 那么最后一个 也就是对香港人民来说 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就是共产党接替 大陆实行民主 同时呢 香港也随之实行民主 那么这样做呢 我想对习近平本人 对中国大陆人民 对香港人民都是有好处的 这是一个长久和根本之计 好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